詞曲 李宗盛 世後愛就是忍耐 不問該不待 都怪我沒能耐 轉身走開 难道牺牲太精彩 伤痛太实在 要为你流下泪的爱 才证明是爱 向各位老师 各位评论 各位朋友们 你的感情还一个爱 把未来转眼就伤开 我的心却为你 红白了一块 如果这都不算 我有什么好悲哀 谢谢你的感慨 是我自己活该 如果这都不算 我有什么好悲哀 你只要被期待 不要真正去爱 完全的大排风范 真的要好好来评点一下 刚刚找这个表演 朱老师 来 朱老师 我觉得你可以 更松弛的去演这个歌 但你是不是歌词 不是特别熟 紧张了 其实就是我评论太对了 我今天特紧张 我跳段我也不紧张 我让我演多少戏 也许也不紧张 我这个唱歌 忘了 完了我就一直往上看 诶 吴老师 首先我要对小天 还有接下来所有参加 我们天使王牌的所有的艺人 我要向他们致敬 因为能够有这个胆量跟勇气 到这个舞台上来 做一个跨界的挑战 那我觉得是对自己的艺术上面有要求的人 今天才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面 吴老师 你的潜台词就是 不来这个舞台 就对自己的艺术上面没有要求 不是这个业 也不敢说没有要求 是要求不高吧 因为 吴大哥曾经在类似的舞台上面 也飙过歌的 我 我成名了之后 我也有参加过像 这类似这样子比赛的节目 我告诉你 小天 我跟你一样 非常紧张 紧张到快要忘词 但是刚才很可惜的就是 因为小天 我对你在戏剧的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你出来的时候 我心里想 我没听过你唱歌 但是我对你的期待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所说的演唱 就是你在唱之前 你没有把它演好 因为刚才你在台上 你的眼神是飘散的 你应该拿出你在戏剧里面的魅力 把它加持在这个唱歌里面 那么才能创造出你一个新的唱歌的面貌 接下来是品源哥 我非常喜欢你的出场方式 很有大将之风 从台风的角度来看 对对对 很有大将之风 总有一个失货的出现 投入演戏容易 还是投入唱歌哪个容易 这个今天这也确实 选一个二选一个 觉得比演戏还不容易 对 没错 因为有时候要去拍戏的时候 我们也特别紧张 一样的道理 是 但是呢 但是呢 我觉得你今天这个表现 其实都还算在水准之上 除了高音 中气无力 以及低音共鸣 有点差以外 其实没什么缺点 这好像优点没上多少 那只剩中音了呀 所以他也没什么音了吗 中狠话的人终于出现了 他讲的好含蓄哦 而且帽子的忠良 真的缺点不多 但是呢 我要先提醒你 演唱是演唱 不是演讲 演唱的时候 你就不要去讲 我对谁尊敬一下 或者说我要尊敬张学友一下 或者我要尊敬一下评委 会破坏了你的气氛 好的 所以你在演唱当中 尽情投入就好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是杨光 首先我觉得 就是唱歌头 自己要有一个角色的 就是说你不管唱什么歌 你自己首先 你要变成音乐里的那个角色 我有个问题要请教一下 那请问如果这都不算爱 这首歌当中 他要扮演什么 我觉得要扮演一个既有决心 而且还很无奈的一个男人 自己喝了很多酒以后 拿着话筒 来KTV里 来 高潮部分 就他那个K 你要唱啊 一定要唱 如果这都不算爱 我有什么好悲哀 就这两句 朦胧带决心 刚刚的感觉 朦胧带决心 走着 如果这都不算爱 我有什么好悲哀 谢谢你的感慨 是我自己活该 稍等 字别断的太厉害 这个唱歌要连贯 喂上课了是吧 我今天是一个电视节目 不能再交下去了 我下面啊有 我一定非常的感谢 真的 哥哥姐姐们跟我说 我一会儿还有一首歌 我一定 就唱不好 对对对 待会儿还会变身 对对对 姚天继续加油 首先来看分数 每个人有十分 总分是五十分 这个阶段 小天可以得到几分 评委老师考虑一下 看来 这一回我们小天的分数 还悬而未竭 那么请问一下 小天的总分 好 请看 应小天的总分 得分是 上升很快啊 三十六分 六分 非常好 三十分赚及格 一点二分 你就是 是是是 加油小天 好加油 谢谢小天 好 准备一下准备一下 我也很理解 如果我在想 那他演戏 我在这作品 他演戏的话 我在评委台上 必须我也会说一些 类似的话 那你就是说 你也会说他不好了 没有啊 我觉得人玩人嘛 也对我觉得 毕竟我们又不是专业了 对不对 我觉得 作为一个 沉迷已久的明星 是 而且今天来到我们舞台 很多都大腕 要这么接受 对方这么严苛的考验 对 太可怕了 我觉得心理活动 一定是蛮复杂的 焦焦哥你觉得 对啊 我觉得这个 能够站在这舞台 我们都应该给他热烈掌声 我跟你说 我捏了一把冷汗 怎么了 你又没比赛 你捏什么汗 因为下面上来的这一位 如果他们在这么严格的话 我怕他翻脸 可是下一位的表现 我刚刚凯白说偷看一下 我觉得挺好的 我说心里话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一位艺术家 对啊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通过一段VCR 去好好见识 这一对水汪汪的大野心 一部雪山飞湖 另有着四分之一 俄罗斯血统的 实力派演员 王露姚一举成名 成为众多男性 心中的一代清纯玉女 拥有热情分放 杀手剪的她 今天曾上天生王牌的舞台 能够将她的美丽 下期 这个舞台又能给她 带来什么传奇般的蜜变 让我们共同期待 观众们 是我中中上帝 其实我每唱的歌 不是对别人唱的 除非这样子 给你带来 听过这么一些快乐 没喜欢我的观众 让她多靠我了解 差不多一个综合的一首 不仅要表演啊 唱啊跳 一切综合的身体性貌 综合的节目 就是观众开心 我开心 大家开心 就是我的最终的想法 我开心就是 你找的意料 我爱你在地口南海 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 爱你在心口南海 一天见不到你来 我吃饭无心内就打开 爱你在心口南海 你可知道我在爱你 怎么对我不理睬 请你轻轻告诉我 不要叫我最才 爱他爱 我爱你在地口南海 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 爱你在心口南海 你可知道我在爱你 怎么对我不理睬 请你轻轻告诉我 不要叫我最才 不要叫我最才 我爱你在地口南海 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 我爱你在心口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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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头有尾的一个节表演 有头有尾的一个节表演 他一定闪亮 多姿啊 对对对对 而且为了迎接主持人 后面还临时加了一趴 对对对 而且这个惊喜在哪里 你知道吗在哪里 多少年不变 这个开场 让我想到了早年见的天王巨星出场 我想跟你说啊 这个鞋啊 这根真的很窄啊 我不敢动 我站不住啊 这个特别有巨星的架 对对对对 而且那一下要把握得特别精准 对对 突然一下稍微不留神 就一三五 中间还有一次啊 他中间箭奏跳完之后 还是会回去 你可知道 他不记得 好像这个设计的特别好 刚刚在我们的 鹿瑶姐在表演的过程当中 我看到品云哥一直奋笔疾疏 品云哥现在马上把你的评价告诉我们 其实这个鹿瑶 非常成功的一个表演 非常好 非常好 他的歌声非常稳健 而且一开始就用律动感呢 把他稳健的声音 用他的肢体语言 抓住观众的这个目光哦 真的是不容易 而且呢我非常喜欢 我非常喜欢你这个在这个 眼神 你很 你很会用侧脸 然后转过身来 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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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而且在放电的当中 还会偶尔挑一下眉毛 哎呦 观众一定开心 我会说他的眼睛是最勾魂的 是不是 但是呢这个 你唱得很好 但是只有太油条 嘿嘿嘿嘿嘿 对 唱唱我我承认 就是我的表演很会体验那种美感 但是呢很多女孩在唱歌那字上面特别甜特别巧 这个语言方面那个咬字方面我确实不是最佳 他每一首歌风格都会不一样 是吗 下一首歌你就听不到油条了 那个阳光 我还希望你用别的人的声音来点评 这样你不会得罪人 我自己活不了 对对 非得用别人的声音 对对一中天好不好一中天 不要一中天 那个谁我找一个我路遥姐的同行啊 好嘞 别说名字你直接来 这个 老说这个王路遥啊 文兴 文兴 我是非常喜欢他的表演呐 文老爷子 尤其那个眼神啪啪一闪 哎呀太早了 你在哪看到的眼神啪啪一闪 不是 他那个眼神谁都能看见啊 我用心我都能看见 如果连他都感受到 那就表示你那眼神厉害 我就希望啊 这个路遥姐在唱歌的时候啊 就注意点你那个颤音啊 颤音那个幅度不要太大啊 因为颤音呢 自然的颤动就最好嘛 颤音微不拉脱就是流动嘛 你这个颤音稍微改变一下 那就是一个真正的歌星嘛 哈哈哈 你真像的 我个人是有一个不停之情啊 不停之情啊 对对对 因为路遥姐出了唱歌 是 她的那个电力也电到我 对啊 所以我觉得我站在你旁边呢 都不是女人了 你是女人了 我可以讲 从你身上讨教一两招 你本来就是女孩 好要讨笑放电了 对啊 想学就做女人 对吗 对 回眸一笑 所以珠妖姐演过很多古装片 啊 我们来三个回眸好不好 好的 那我们要不同风格 好的 第一个是高贵的 杨玉环 好嘞 来来来 好发现好好开心 放个电影 没关系 杨贵妃 贵妃娘娘驾到 娘娘 你的荔枝送到了 快 来荔枝来了 美墨流转啊 好嘞 娘娘来了那个 娘娘 清纯 刚出道不久 像少女一样那种 哎呀 回到回到 你看 回到来了 胡大哥来了 胡大哥 哎呀 他还有害羞的感觉 有哎 真的好像 16岁少女那种 真的 少女 第3个就是 坏的 周紫若 周紫若 坏坏 我没有看过周紫若 但我想象一下 周紫若他就说 你答应了我三个条件 如果我不同意的话 你就不能跟赵敏结婚 那种感觉 好 来了来了 Action 哎呦 有哎 什么时候才说台词 说台词 哇哈哈 哇 哇 大人不逃命 一个人可以评训 三种女孩 啊女人的样子 百变女人 百变百变 其实啊 我觉得啊 搞艺术的就是要大方 对啦 你不用表现特别好 你只要大方 你就得到了一种 深陷的音乐 就会得到掌声 对不对 掌声掌声 每位呢 每位老师还有意见 胡大哥 来来来 也许你不是一个很专业的歌手 但是你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表演者 因为在刚才你的演唱里面 你就像一像一辆上了轨道的火车 但是偶尔会脱轨 你脱轨两公尺之后呢 又跳回去轨道上面 厉害的 所以你的整个表演啊 在脱轨上轨 脱轨上轨之间完成 太精神了 但是最最可贵的是 啊 露瑶姐你就是 因为你很投入在这个表演里面 所以你的表演是 你自己很开心的 对 表演是这样子 你开心 观众看了自然就开心 所以刚才你的表演 我送你两个字 好看 OK 好看 我觉得舞台效果一直棒的 既然这么好看 我们趁热打铁 舞台评审老师马上给分好不好 露瑶姐 刚刚我们舞台评审老师 所说的这些话 你有没有意义 对 不用憋在心里面 我没有意义 我没有太在乎这个 是是 我就想在乎一种 感觉一种开心 玩的开心就好 对 我是在乱 你的潜台词就是 你根本不在乎他们说什么 对不对 对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你太多记性了 这是 三 二 一 哦 最后的分数是 露瑶姐好淡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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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分 哇 43分 对 43 43 还是真的是比刚刚 前面高很多 很优秀的 每人打了8.6 对 再继续努力 还有下一个阶段 谢谢露瑶姐 谢谢 加油 加油 来 想先再说明我们的舞了解 谢谢 我今天呢就是说我要尽我的激情 把我的自己的这种特色吧 展现给大家 嗯 至于那个分数满不满意 那都是最后最后才能评价的啊 我觉得不能想那么多 谢谢 别说到下一段我要卖个章子 哎呦 这个人真的是眼笑而来啊 啊 啊 是是是 而且我是看见他的这个戏长大的 是吗 他有那么老吗 就是他深入人心 对对对 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给我看一下 你有那么小吗 而且他真的是很多女孩子心目当中的黑马王子 嗯 他真的是很硬汉的一个男人 而且我跟你说他演了很多警察戏 各位评委老师 你们如果说话很过分的话 他看到影子就开枪 不会吧 下面一位嘉宾有请 王喜 在众多电视剧中塑造过无数硬汉形象的江港资深艺人王喜 本次不远千里登上天生王牌舞台 在那迷人的小眼睛背后 王喜期待用自己独特的帅气歌声声征服评委 大的无数少女芳心 她能否不须死情如愿以偿 让我们马上聆听她的动情演唱 你好我是王喜 所以一般你在 看到我的时候应该在演另外一个角色 或是在一个故事里面去表达另外一个人的人生 但是在这个天生王牌里面 我就很开心我可以祝你做回自己 因为在屏幕以后啊 一般你知道我的进步的过程是怎么样 但是这个节目是很好 它可以把我一些缺点好好去培养成为一个 受精成为一个优点 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趣的游戏 然后又可以让你得到娱乐 所以是一举两者 希望你可以好好为我加油 为我加油 为我加油 好害怕 教我怎么能不难过 你催我灭了心中的火 我还能够怎么说 怎么说都是错 你对我说 离开就会解脱 试着辞职去生活 试着找寻自我 何必为爱撤脱 何必为爱撤脱 只是爱要怎么说出口 我的心里好难受 如果能将你拥有 我会远处不让眼泪流 逼着握你的手 指甲才爱你的温柔 每次深情眼光的背后 谁知道会有我小丑 我小丑 盘元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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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只是愛要怎麼說出口 我的心裡好難受 如果我能將你擁有 我會忍住不讓天被流 低起握你的手 今天傳來你的溫柔 每次深情掩望的背後 誰知道會有多少手 多少手 想要這麼遠不來我 卻溫滅了心中的過 我還能夠怎麼說 怎麼說都是錯 你對我說 離開總會解脫 試著直接去生活 試著找尋自我 何必為愛 出脫 他看到真的哭了耶 他有抹眼淚耶 他剛剛想說就是他眼淚耶 怎麼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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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回事 看到哭了耶 哭了什麼問題 我跟妳講 有人欺負你是不是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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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唱完了以後手冰涼 沒有沒有 這個歌詞也太好而已 你覺得 什麼樣的男人最有魅力 我覺得認真的男人最有魅力 網喜從頭到尾 非常認真的對待這首歌的 每一句每一次 所以他會請導 神經會提出自己 大家再次掌聲鼓勵一下 網喜 哇 可不可以給我講一下 你也唱背後的故事 為什麼會唱到 流眼淚 我是猜到你肯定唱到 有什麼跟自己的故事 相隱到東西 因为来之前不是说有个梦想才去算歌吗 其实这首歌 其实有一个新年好久的朋友 我不喜欢他有没有看电视 但是我觉得如果他要看到这首歌 应该会 原来是有一个 投射 把这歌词投射到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身上 如果你的朋友就在电视机前 收看这个节目你最想对他讲 对对对 再对他说几句话 说几句话嘛 那个时候我因为 其实很少很少很少的事情 现在反过来看就觉得很少的事情 就就挑战 造成一些误会 希望将来这个误会会化解 对我们这个节目的 没关系没关系 真的很难料叫一幕上的硬汉 是这样子纤细的一个男人 他情感好细腻 对对对 我跟你说最能打动人的就是这个铁汉柔情 对 这个时候我听听 也跟哪位老师想要评点的 我觉得他应该是时尚先生的引领者 非常的man 而且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节目 但是他用自己的真情去唱 而且站得很稳 拿得很准 我希望我能给他满分的 真情来 男儿有类伏心谈 主室味道相亲处 怎么样一首短短的歌 勾起了虚拟最柔软的部分 接下来评源歌 我觉得呢 王时 你今天的表演 我觉得连我都会爱上你 哇 他的表演真的是打动人心的 而且呢 甚至于专业歌手 都应该跟你学习 因为你太投入了 一开始非常坚定的这个眼神 虽然没有什么肢体语言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铺陈 没想到你的层次做得非常好 在最后虽然有一点唱破音 可是我听得出来那是你的真感情 连我都想哭了 太棒了 谢谢 这我原理是一个满分的表演 谢谢 哇 两个满分咯 很想问一下吴启贤老师 因为他面色比较凝重 他有太多 有满满的一张稿子 对啊 王喜你好 你好 你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 因为一个好的歌手 我们不用等到唱第四句第五句 我们所谓的开歌开得好 你一唱的时候 因为你走出来的步伐 节奏 完全符合这首歌的情感 你整个人是在这个角色里面的 如果老天有给你一副更好的嗓子的话 你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歌手 我们不知道你背后的故事 但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我们自己的故事 而你的演唱让我们把我们的故事都投放在你的歌曲里面 谢谢你 第一首歌 勾起了所有的记忆 继续加油 王喜哥 朱华老师 王喜您好 这是我第一次听一个影视演员唱歌 被感动 你是一个用声音会说故事的一个人 是可以描绘一个场景的 所以我被感动 当然还有很多的恰思 还有不准的地方 可是我都可以把那个归纳为情之所致 所以非常谢谢你的演出 谢谢 最重要的一点王喜哥做到了 第一时间抓住了大家的耳朵 那么接下来五位评审老师轮到大家打分了 刚刚有几位老师已经纷纷表态要打十分满分 我们接下来好好地期待一下王喜哥最后的场景 接下来我们要总结一下五位评审老师的分数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四十几个 接近满分了 我以为这有三个老师 我还有三个打满分 对对对 王喜哥 我特别想认识一下 是 还有一位打满分的是谁 请举举手给我看一下 是谁 阳光 阳光 加起来四十几分很可观了 对对对 所以以后有个新的身份叫歌手王喜 加油加油 加油 加油 向下一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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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关的表现 好紧张 就是就是心里就一直在在在记这个歌词 通过这个比赛 希望可以把一些我自己的缺点 打磨一下变成是优点 接下来那一部分就是我一个很明显的缺点 因为我从来对跳舞就就很怕 我很抗拒 因为我很怕在那么多人面前去溜身体 我觉得男生不应该这样做 所以我 刚刚这个分数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压力 因为他们对我的要 对我的期待太高了 所以我接下来这个 我其实很怕的 对 好 那第四位王牌要登场了 说到这个王牌呢 刚才前面你预告过 说他新婚不久 还抛下丈夫就来看见节目了 是 哇 他跟你讲他演的角色 人家说是国民第一夫人 是 对 端庄优雅贤熟 所以我不知道今天他会有什么样的状态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期待吧 来期待一下 孙宁 一部老大的幸福 令新生代演员孙宁的名字 在影坛不幸而走 在与演员王雄斌大婚之后 今天孙宁首次现场天生王牌 大胆变身 究竟他的脉力演唱 能否令他的名字在歌坛也迅速走红 马上进入孙宁的show time 我小的时候 挺喜欢唱歌的 在我十七八岁的时候 我也曾经想过 当一名歌手 其实因为我很喜欢美好的东西 我觉得音乐我也很喜欢 虽然可能自己 想达到一个什么程度 可能很难 但是我也依然想 让自己在这个 享受在音乐的这种 美好的感觉当中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的 我的另一面 就是因为在人群中 中文字幕交与你 这种故事 无论 在夜内能忘掉你的拥寥 想你是你在眼前 想你是你在脑海 想你是你在今天 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永远 平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 宁愿用这一生当地发泄 我一直在你身旁 总会走远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都看了你一眼 刮目相看 见过不然 太美了 我们都不忍心上来打破你这个气场 是啊 我觉得我唱的没有练的时候好 是因为紧张的原因吗 可是我觉得好像效果不太一样 因为今天坐满了人了 所以突然间感觉就会不一样 跟彩排的时候音场不太一样 有没有就是今天下午彩排的时候 前面没有做人 特别是评委席 所以没有心理压力 对对对有这个原因 对吗 王水平知道你今天要来比赛吗 知道 他出门前怎么说的 他说他支持我来 他还挺喜欢唱歌的 但是我其实我唱歌不好 我不会唱歌 我都好几年没去过卡罗里了 还好 我们在他们听还挺好 没有 这两首歌是我特意为这个节目专程练的 练了很久 来我们听听老师的一遍 来来来来 黄平尤老师 声明 你选的歌很棒 轻柔轻亮的歌声 诠释这首歌真的太美 太棒了 其实你的歌声 声音特质非常好 很好听 然后你每一句都表现得很完整 就是因为如此 会造成你的尘世不足 所以有时候你需要拿捏一下 这个轻重音的拿捏 以及这个更激昂的时候的表现 应该要更宽广一点 OK 分数会更高 但是原则上 整体是一个非常好看的表演 谢谢品源哥 接下来中文大学 品源说你选歌选得好 我有点意见 这首歌是首好歌 但是这首歌不是一般人可以唱 李健是原唱 王菲今年又把它唱了一次 这首歌有点像太极拳 它讲究的是内功 它需要很多的演唱的功力 很多的柔静 很多的内心的情感 丝丝的把它表达出来 那么很显然的 你今天选这首歌曲 我觉得你选歌很有品味 如果你今天能够选一首 比较简单一点的话 能配合你的漂亮的外形 出色的服装 应该效果会更好 哇 我可以觉得这首歌是现在最有趣的 来来来 燕红 中华老师 这个歌我觉得 我提一些建议吧 孙宁 就是它的确是一个需要内力的一首歌 所以如果想练这首歌的话 你应该去好好去揣摩一下它的歌词 这个歌词它的语气在什么地方 它内心需要的力量在哪里 所以去念歌词吧 这样 来来来 杨幻老师 听我的意见 孙宁姐唱歌的时候 这个位置可以再稍微往前一点 因为你声音高频不是很多 所以说如果这个位置太往后的话 我觉得会有问题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点 信息一定要够 我希望你的声音 以后能够超越你的表情 因为你的表情已经够好了 如果声音再好一点 这首歌一定会处理的更完美 好嘞 谢谢 等会儿 小白你说 孙宁你说 杨广哥你今年多大 杨广 你交代孙宁姐 他问你有多大 我不肯定给你表 我今年我属猴的 是吗 对 没有啊 别胡说八道 没那么老吧 那是53吧 对 变了 变离谷了 好 文明文老师 请给孙宁打分了 打分 最高10分 加油孙宁 我们最高的分是47分 你觉得你会拿多少分 彩排的时候唱得比较好 这次我没有发挥好 那我们就播彩排好了 妆也没话 一个很少 现场还没人呢 对 两版本吧 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 五位评审老师 最后的得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孙宁的最后得分是 哇 34分 好 还有几乎的空间 你怎么那么高兴啊 他真的蛮准的 真的蛮准的 我觉得我太准了 我就完全没有猜到 我就完全没有猜到 我觉得分数不止这么一点点 对 但是当然这是专业评审老师 给出的一个分数 那好了 今天我想问一下张晓东老师 你对他整体的造型 今天怎么样满意吗 就感觉整个的舞台 气氛非常好 再加上他漂亮的德装 对 把他的美丽的身材 和性感的 长腿都一览无余 所以我觉得整个效果 非常的史上 谢谢 谢谢张晓东老师 变身 好 第二个大变身 谢谢加油 这种乐队 然后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享受 然后呢 待会表演的时候 还有半舞 还有这个造型老师 为我做的那个造型 然后又是一个 我平时更加会去 少接触的那样的一个 一个那种类型的歌 所以我觉得特别 对我来说特别新奇 特别好啊 说到我们的王牌大变身啊 这是一个很厉害的环节 就是所有的明星 他们不能以本来面目出现了 对 所以接下来要考验到的是 各位明星的可塑性的 听说有的男的 搞不好会变女的 女的又变得不一样 或者是本来比较小的 可以半老一点 之类的 很期待吧 所以接下来 我们这个舞台上会翻天覆地了 对 现在我们下一个单元就是 王牌大变身 说到这个环节啊 我们所有的明星 我们真的要向他们致敬 为了准备这个单元 都差不多一个月半个月 之前就开始想了 我到底要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刚刚其实我们有看到 余生在后台有访问 刚刚休息 他们他们情绪还好吧 就大家可能会怀疑 我到哪里去了 其实在我们后台呢 有一个第二现场 就每一个王牌 听完了评语老师点评以后呢 都会到我那里去倾诉 然后就有的人呢 就会不高兴 就帮我们安抚一下选手 因为他们还要变身出场 我们还要看他们心里来表现 但是我现在开始期待起来了 说到应小天 是 形象俊朗 个子高大 哎呀 无关端正 怎么变的 他会变成什么样呢 对啊 这样的反派也不像啊 很难想象的 因为我希望他能够 不要像他平常音信那么十足 如果能够综合一点女性的 我觉得会怪观众而木 他刚才听孙宁唱歌的时候 他小宇宙爆发了 有灵感啊 他说他要变身王妃 变身王妃 您的意思是说连装班 你先来期待一下好不好 好 有请应小天 荣幕上帅气稳重的青春偶像 应小天 今晚180度大变身 受度挑战温柔极限 但他的柔情 能在这个王派舞台上 创造出温柔神话吗 让我们一同来见证 奇迹的发生 我以为是这样嘛 我唱的是张旭友的 但愿人唱酒 你看同样歌 你说你会化一个王妃的妆 在哪里 他最爱的就是张旭友 在心里 在心里 这两首歌事实上 刚刚我们佳佳哥还说 唱的不是王妃的 但愿人唱酒 但是意境是一样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 但愿唱酒的这个歌词 有种舒适的豪迈在里面 我更喜欢这个 但愿人唱酒 好 谢谢 哪位老师给评 看这份诚意 能不能打动评委老师 有没有哪位老师 想要 吴大哥 小天 真的是人家说 事别三日寡不相看 因为你刚开始出场的时候 唱了第一首歌 那时候是 我们觉得完全不在状态里面 非常的 飘移 可是这首歌曲 你是整个人都在歌 都在这个角色里头 都在故事 故事的情感里面 挺好的 谢谢 因为我下来啊 刚才也是仔细的思考一下 刚才你们说的话 我觉得特别对 但是有一 有一点你要注意一下 唱歌 要用你的气息 跟你本身的声量 来控制你的情感 那么少用麦克风的远镜 来去控制你的这个声量 所以你要把这个改掉 好不好 吃饭老师 你现在唱歌让我觉得 你像一个做饭的 吃火 而且是切菜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土豆丝 切的倍整齐 可是歌需要有一扬顿足 要有张力 有轻重强弱 所以轻音 重音 然后宣泄你的情绪铺垫 就这种层次感 如果加进去就更好了 来 黄老师 是的 歌声 比上一次动人 比上一次好听 声音呢 平稳度非常的好 但是呢 我却听到一个 没有灵魂的歌声 当你把一首歌唱好了时候 你要注意他的灵魂 是不是能够穿越人的心灵 如果可以的话 才是一个成功的表演 加油 那小天你听完 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老师的 我是 我那个第一首的时候 我想挺多的 就想从这跑到前面 从旁跑后门 然后这个也确实挺紧张 然后呢 这下踏实了吗 因为那刚才评委 那个老师们 对吧 给我的分都挺低的 然后我一想 我这个 就踏实 就踏踏实实的 还不如放下包袱 对不对 心装上阵 放下包袱先走 这样 而且我也觉得是 但是拿起包袱 我觉得说的特别对 刚才那个 说就是演唱演唱 要那种感觉出来 其实 那么那是我的 其实演表演是强 所以为什么不去想想 好了 这段的表演 非常完整 有幸福就是好 好吗 来来来休息一下 谢谢佳佑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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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还没走 我们现在聊聊私房话 你对她的变身 你满意吗 我觉得她的变身 是刚刚老师讲的嘛 你看短短的20分钟 她已经把歌声 更上一层楼 这是另外一种变身嘛 就练了声音 对变化 但是我很失望 我们要求的王牌大变身 是从外形 搞不好 加一个就是外形 我对接下来 这个万分期待 因为接下来就位女性 她本身就是百变女人 她变什么样子 我都不意外 但是我很期待 有请王露瑶 女之歌三七明星 王露瑶 素有千变美女之称 在这个音废出的时代 王露瑶大胆出位 用她不变的激情 变身东方火力美少女 在今晚的天生王牌舞台上 她将上演怎样一场疯狂表演 信爆众人眼球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年轻的梦想 没有人比我更自由 讨厌的气氛 没有人比我更上演 我讨厌压力 没有遥到 都来挂扫 听到听 听到自己看 我也看忘记 漂亮一笑 又和怕 年轻的梦想 年轻的梦想 没有人比我更自由 年轻的梦想 没有人比我更上演 爱情的梦想 没有人比我更上演 爱情的梦想 没有人比我更上演 行动 尝尝的时刻 没有人比我更上演 我讨厌压力 繁发热情 繁发美丽 美丽要拥有更多的回忆 漂亮一向有何方 漂亮 真的漂亮 整个风采变成另外一种青春洋溢的感觉了 我跟你说第一套衣服看不出来 你看她的腰级线在这里 她腿有多长 她腿竟然都能这么戴心哥一样长 你跟我比没什么意思 好啦好啦离我远一点姐姐 不能比的不能比的 这真的有变身了 对对对 美丽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是觉得这个变化挺大的 当然也有舞美的功劳在里面 还有造型的改变 说到唱了 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因为你有舞蹈在里面 然后还要控制一个气息的稳定性 这是挺值得鼓励的 但是长音的时候不要有太多的波浪 对对对 那个波浪还有那些滑音转音都太多了 但我觉得能够做到这样已经很值得鼓励了 谢谢 对对 这是苏老师的鼓励 因为他还有一边跳舞 这是很不容易的 而且那个男舞者还挡到他路 他还有一边把它拨开 路遥老师真的是有武打戏的那个功力感 对 你看他拨的时候还没碰到那孩子去倒下来 对对对 好像套过招一样 对对对 我们的内功很强 我们的主审 主审 路遥姐姐这段 这段演出我当它是一个音乐剧来看的 所以刚才这段音乐剧的表演 我更注重的是你的整个肢体的张力 那么每一个节奏的那个肢体的到位的那个力量 然后还有脸上的 因为歌舞剧脸上的表情 它一定比较夸张一点 比较到位一点 所以如果刚才你自己心里面 把这一段当成是音乐剧来表演的话 那肯定会很精彩的 对对对 有语言 我比较喜欢刚刚那个表演 因为这一次呢 让我觉得你有很多包袱 有点不太专心 而且我看不到你那个 你的电力不见了耶 你上一个表演一开始就有那种 电力 内力是要勾人的那种感觉 在这次表演呢 我一直觉得你一直在担心很多问题 你在担心自己歌词有没有记好 担心拍子有没有弄对 担心舞蹈位置啊帽子掉不掉的问题 造成了这个 让你的表演不够专心不够投入 所以那个电力不见了就比较可惜 那究竟这两番表演 你喜欢第一番还是这一番 那我喜欢这一个 因为我觉得这个的难度比较大 因为上一个的话 多了解是在做自己嘛 但这个他试图要去做别人 当然会有压力 但是这个比较 你的意见 但是如果说按音乐剧的表演 这种形式更准确 可惜现在才听到这个建议 对吧 太晚听到了 好的 谢谢 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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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晚再来看分数啊 接下来第三位是谁哟 王喜啊 哇 说到王喜 他刚分数已经很高了耶 对啊 王喜说今天这个表演 是他从一二十年来的颠覆之作 我们现在队头好足啊 王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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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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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现在王岐阶上的担子是可以卸下了 那么压力就落在了路遥姐和易小天身上 是这两位我跟你说 路遥姐走红的时候 可能易小天还在读小学对不对 你跟这么一位艺术家PK 你是怎么想的 我那个让 好 导演给他打个车把他送走 已经准备好了 这次我们来比赛主要是在自己身上找毛病的 不是为了晋级 路遥姐你都别着急 我们听听乌大哥什么话说 我希望两位要用一个比较严肃的态度 去对待这个比赛 千万别让 你让对方就是不尊敬对方 我觉得你们要找到值得尊敬的对手 做得好 对手如果表现很出动 我助理他 我觉得我资料理的 如果我自己输给自己 那就很糟糕了 所以二位都是要全力以赴好不好 好 我们就来个王牌 因为我们也要对得起全部的观众 对对对对 他们俩慢点练 再招呼一下 所以接下来这个王牌对决的评选呢 不是有五位专业评审 而是有全场的观众 我们就可以大家一点时间拉票 用一个表演 看看谁知识里能留下来 好 我们的第三环节就是 王牌对决 经过两个阶段的激励比赛 王体率先进行 而殷小天和王路遥 都要进行王牌对决 究竟谁能想下最后的进行名额呢 好 说到王牌大对决呢 都要出到四名压箱里的法宝了 谁先来 小天 你的法宝是什么 我学过跳舞 那么下面呢 我想跳段舞来感谢各位对我的支持 谢谢 好好好 用一段舞蹈来拉住 王牌姐 你能不能用舞蹈来跟他对决 可以啊 可以啊 拿舞蹈把他干掉 舞王来对决一下 加油 二位刀 我们俩没问题 风格不同吗 大家各有所爱 好 那就小天先来了 好 好 我抛砖引玉 好 来来 掌声 小天加油 为自己拉掉的舞蹈 那那个路雅姐 你是怎么 我马上要放更多事 来路雅姐 路雅姐 靠你了 真可以 路雅姐 接下来靠你了 好不好 加油 你先来一盏 谢谢你 在头来 让我来看看你的脸 你的眉毛 是又长呀 好想那天上的晚月亮 你的眉毛 是又长呀 好想那天上的晚月亮 掀起了你的大头来 让我来看看你的脸 你的脸心 是又要亮 好想不过你 我老 你的脸心 让你的脸 好想 带军来了 带军来了 掀起了你的脸 都来 让我来看看你的脸 你的脸 都来看你的脸 好想那天上的高秋天 你的脸 都来看我的脸 好想那天上的高秋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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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 前面挺好的 前面挺好的 戴军出来之后就扣分了 真的 没有 如果已经出的话就出到戴军出来 没有没有没有 这好东西叫你 看照物 是 也对 我觉得那个不公平 最高 凭什么 我相信小天跳舞有两个伴舞的 也对啊 对啊 我就舍身取义嘛 漂亮 刚刚绿叶对吧 对对对 来来来 小天 小天 掌声欢迎 敬请小天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各位观众朋友的选择了 怎么在最后的王牌大队当中 能够撑到最后 跳到最后的这位选手 到底会是谁 来打起来 我们要请 请按钮 头上您神圣的一票 最后的结果是55对36 恭喜录了解 幸迹了 我真意外 这个真可以 我真的很意外 我觉得小天跳的确实 不同位置 我这个 这个还拍电视剧 但是陆瑶姐 你这三段 给我们的三个不同层次的表演 真的让我们挂不相看 非常好 那今天我这个 跳舞 我那比小天份高 我真挺意外的 好 那让我们来掌声来送我们的陆瑶姐 登上我们的 王者舞步 好 好 他在这个舞台上的那种投入已经让我很感动了 因为跨航这件事情真的相当不容易 真的很难 就是我刚才讲 如果今天我们五位 在家对面五位去演戏 都没办法演他那么好 所以这个是很让我们觉得 很感谢你的地方 谢谢 太棒了 我觉得 这个舞台很让我享受 我就已经很制度了 好了我们要欢迎她了 赞口就离开我们的天生王牌 谢谢 也希望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们找一件事就来到回来 谢谢益小天 今天精彩的表演 花了很多时间彩排 Thank you 帅也太帅了 谢谢大家 而且在下一次节目 那我们会有 因为穷丹张国 李斌和袁华来到我们节目中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好了这里是 安慧卫视 毕生元天生王牌 下次再见 拜拜 中西文哥 祝你了解